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剧《鱿鱼游戏》在全球掀起热潮 在76国Netflix节目类拿下第一 剧中运动服热卖连游戏道具也很夯 碰糖组合被炒高十倍价 脸书内部文件显示 Instagram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消息曝光加上各界对儿少保护声浪不断 脸书暂停开发儿童版IG计划 亦是日益美国艺术家野口勇 作品首度在英国大型展览 英国伦敦秋元秋季日本展 聚集日本艺术家的装置艺术和园艺 盐田千春将排剧加进红线作品中 美国国会通过临时开支法案 避免政府关门 但拜登基础建设法案持续卡关 加上能源价格狂飙 每股三大指数重挫 道具更是十年来最惨九月 官面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选择的是久违的华丽 2020的世博会终于延迟登场了 不过非常的盛大 在杜拜登场举行的时间 整个开幕式写在九月最后一天 您会看到盛大华丽的开幕式 喊烟火秀 其实它是2020的世博 去年10月应该要举行 足足延后了一年 目前阿联的新冠疫苗完整接种率 已经超过八成 杜拜办这场世博是非常有把握 对全球展开大门 这可以说是疫情年之后 全球大型活动第一场 试水温 它接棒了东京奥运 而这里面有很多封闭的场馆 更引人好奇 除了阿联主场馆之外 这次的世博有三大主题 机会 行动 和永续 1190多个国家馆 那么这个特色呢 就是大推远距虚拟展览 这是在过去的世博里面 分量没有这么重的 所以即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到阿联酋的杜拜 但是透过网络 你可以在某些馆 例如像英国馆 亲身参与 因疫情延后一年的2020世界博览会 30号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 绚烂揭开序幕 这是世博第一次在中东举办 开幕式上也展现中东色彩的华丽歌舞 杜拜在八年前却贫重选 捷绑2015米兰士博 耗资68亿美元 约台币1900亿 在距离杜拜市中心车程 约40分钟的沙漠上 丛林盖起一座座展览馆 要展现全球合作的力量 打造更永续的未来 开幕式上重心民急 包括中国大陆钢琴家朗朗 英国歌手艾利高德和意大利南高音波切里都现身 杜拜原本就是中东地区观光贸易和商业枢纽 这次世博估计能吸引2500万人到访 刺激经济成长 疫情前原估计能贡献阿联GDP1.5% 世博园区最吸睛的园顶建筑油缸制成 重量相当25头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金 内部可变身360度荧幕 展现沙漠大自然的影像 屋顶和环绕四周的18颗能源树 则有超过1000片太阳能板 能提供展管部分电力 园顶内则展出森林 海洋世界以及人类过度消费 希望年轻世代在这里对永续有更多体验 世博结束后 展馆也将化身科学中心 园区也会变身新社区 杜拜世博是新冠疫情以来 第一场敞开大门的全球性活动 各国和企业我不希望 能因此带动贸易和投资 这回近200国参展 10月1号正式开幕 为期六个月到明年三月底 在几分钟中 我们将开启我们的门 开启我们的开启 来召唤192国人到迪拜 在一个世界上的展示 这次的主题是连结思想创造未来 杜拜希望它是一场文化科技和建筑的饗宴 同时成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迁 冲突和经济成长等挑战的地方 世界博览会一向是展现全球最新科技和创新的盛会 展品和场馆有时甚至会成为地标型建筑 如法国的巴黎铁塔和西雅图的太空侦塔 而这回异后世博最大的特色之一 恐怕是结合现场展演和远距虚拟的混合式展览 英国馆就推出虚拟平台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 只要有网路浏览器 就能轻松有如身临其境 为了让无法前来的人 也能一览占地4.3平方公里的园区 杜拜主办单位也有巧思 杜拜世博是继东京奥运后世界级的大型活动之一 但和日本不同的是 阿联人均疫苗接种率全球名列前茅 确诊也是一年多来最低 目前已放宽大部分防疫限制 但到世博园区必须戴口罩 18岁以上也要打过疫苗或出事 以行证明 举讯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进入十月了 今天是十月一号 中国大陆展开十一国庆 爽放七天假 这个假期的旅游热门地 我们focus了 果然就是北京蝉联 因为它有北京环球影城 然后呢 第二个热门的是上海 第三个是成都 北京环球影城确实是领头羊 它一拉台七天廉价里面 热搜的都是主题乐园 而且搜索量呢 大大比去年增加了八成之多 在十一连假的第一天 上海车站发送旅客人次 超过六十万人次 而前一晚呢 上海出城的高速公路 变成停车场 二十分钟的路程 足足要塞爆三个小时 铁路上海站 预计是发送旅客 六十一点二万人次 那这样一个数据呢 也是创下了五一假期以来 单日发送旅客量的一个新高 大陆十一国庆假期 正式拉开序幕 上海车站大厅一早 重现万头传动的景象 旅客们大包小包 准备爽放七天 这次因为同学结婚 先去同学婚礼 然后再回家 回家待几天 到车站比较难买一点 我是在手机上抢的 我到南京 不仅是铁路运输 上海前一晚出城高速公路 就涌现车潮 特别是往崇明方向 塞车到深夜 车灯照亮成闪耀的长楼 平时的话只需要二十分钟 的路程 然后这好像要开两三个小时 不去过来的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开了近三个小时 接下来几天 出游车愁肯定免不了 大陆预估这回假期 会有6.5亿人出游 而排名前三的旅游目的地 北京夺下第一名 其次是上海 接着是成都 北京环球影城的吸引力 持续爆发 乐园里工作人员扮演的 变形金刚反派角色 蜜卡登 居然登射十一假期 网路热搜话题 而在北京环球影城的加持下 所有主题乐园 相关搜索量 比去年上涨八成 包括上海迪士尼乐园 深圳和广州的主题乐园 都在这次假期大受欢迎 我手上这个毛茸茸的小狐狸 名字叫林娜贝尔 她是前几天 迪士尼刚刚发布的一个新朋友 那么目前呢 相关的周边产品 以及餐饮也都已经上线了 上海迪士尼 推出新的卡通角色西克 假期头一天 入园热门游乐设施 排队四十分钟起跳 是那个时镇来的 我是第二次在我学一眉 小朋友真的能跟家人 好好享受这次假期 因为大陆教育部已经警告 这是提倡双减政策后 首个长假 绝不允许放假时 学生还被送到学科类补习班 不会有出现收假前 赶作业的崩溃景象 大陆教育部自豪公布 从双减弱时候 超过96%的学校 都提供了课后服务 学生参加率达8成5 不过大陆放国庆假 缺点和疫情问题 都还没获得改善 像是上海因为取消了 外滩国庆灯光秀 假期前一天 登地客流高峰 才不过2万人 明显少了许多 结合往年应该说是 10月1号和2号是最多的 通常人多的时候要达到 如果说遗忘的数值 要达到这个6-7万了 少了灯光秀 吸引力锐减 而在大陆东北除了缺电 哈尔滨每天还有新增本土确诊 当地已经有9位官员遭问责 全市居民被要求就地过节 哪都不能去 同样在这个假期也很闷的 还有澳门 因为爆出隔离饭店疫情 邻近的大陆珠海升级通关规定 要求澳门返回旅客需隔离14天 而且规定持续到假期后 导致澳门的饭店先退房潮 预定量升不到五成 房价值跌 如果在疫情之前 大部分的酒店都差不多 去到2000多元一万 现在看回一些酒店房间 大部分都是维持在1000多元一万 有些可能是低于1000元都有的了 去年11假期 澳门旅客数量平均每天 都有18万左右 当地旅游业预估 今年至少下跌一半 餐厅业者则认为 情况会更糟 大陆官方在放假前 已经提出旅游熔断机制 一旦被归类为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机票住宿等旅游行程 都不能卖 也让这次假期出现几家欢乐 几家愁的景象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的是全球热门的社群平台 您大概会有个概念吧 脸书呢 年轻人用的不多 那特别是年龄层越年轻的人 他们偏向用Instagram 而社群的龙头脸书 一部外流的内部调查揭露 他们早就知道 旗下的IG会让青少年 尤其是少女 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感到厌恶 出现严重的身心理危害 美国在9月最后一天 参议院办了听证会 要求脸书做出说明 祖克博没有自己去 但是派了旗下的高层代表 在听证会上 遭到脸书轮番的炮轰 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 这个外流的内部文件 遭到断章取义 但是是否释出完整的研究内容 目前不给明确的答案 在这个脸书的内部调查显示 很多青少年表示 看了IG三天之后 对至于自己的否定 特别是外在形象的否定 非常明显 尤其是对自己的身材 明显的不满意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还显示出 过度的沉溺在IG里 那么青少年自己认为 自己陷了下去 出现了哪些状态 Facebook has shown us Once again That it is incapable of holding itself accountable We do not trust you with influencing our children 部分政党轮流开工 美国国会参议院 30号举办听证 由脸书安全部门负责人 戴维斯代表出席 说明先前外流的内部研究 显示Instagram 对青少年的心理危害 脸书早就知情 参议院们穷追不舍的报告内容 因为先前外流的数据令人震惊 在2019年的脸书研究显示 三分之一的青少女认为 IG上的照片 让他们对自我形象不满的问题 更加恶化 但脸书在听证会上 持续为自家平台辩护 认为外流的研究 不能断章取义 但对儿童的使用安全 又模糊带过 参议院轮番上阵 让听证会火药十足 近期这波反对声浪 其实已经让脸书压力倍增 27号才宣布暂停开发儿童版IG 也就是13岁以下用户的使用版本 社群网站本来是 21世纪的新兴互动模式 但对于新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而言 滑手机看IG 已经成了生活的重心 CNN访问两名美国高三学生 占职学业最繁忙的一年 本该专心准备申请大学 却发现自己没办法不看IG 身为学生会会长 使用IG是经营学校社团的一环 不过他在去年冬天下定决心删除抖音 也是全球社群平台巨播之一 才刚刚宣布迈向10亿用户的里程碑 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察觉到自己的心理意状 已经有高中开设专门课程 教导孩子如何看待自己在网路上的形象 社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危害 已经成为不能不正式的问题 站上风口浪尖的脸书 也做出承诺 会强化对孩子使用上的保护 但青少年 尤其青少女的使用负面影响 脸书选择不承认 这让美国国会气炸了 脸书的国会听证 预计10月5号将会有缺少人出席 势必会带给社群龙头更大的震撼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日本要有喜事了 等了四年 日本的真子公主出嫁 宫内厅今天宣布 她和大学的同学小石龟 10月26号完婚 不过婚礼从解 真子公主放弃了 3800万元的皇室嫁妆 她坦诚受到了网友霸凌 因此已经罹患了 压力创伤症候群 日本邱小宫亲王夫妇 29岁大女儿真子公主 跟大学同学小石龟 婚事一言再言 周五宫内厅终于报家一 宣布两人将在10月26号 递交结婚等纪书 两人在2017年9月宣布订婚后 专指公主的准婆婆 在务丑闻连环报 宫内厅在2018年宣布 两人婚礼无限延期 至于小石龟 在母亲在务纠纷 迟迟为解释记选择赴美念书 在纽约考取律师资格职业 两人远距离恋爱 长达三年两个月后 现在终于修成正果 宣布喜讯同时 宫内厅也坦承 外界对真子公主和小石龟家庭的重伤 让真子公主 现在仍处于创伤后 压力正后犬状态中 赴马爷反过 流长头发扎起马尾 以降级日本古代浪人的 发型健身 让保守日本网友难以接受 真子公主和富马爷小石龟 预计将在这个月 二十二号完婚 两人将不会举办传统的 纳财仪式 也不会领取约台币 三千八百万元 类似嫁装的皇室一时金 将是日本账户 皇室史上最朴实的婚礼 拜登政府度过了一个危机 有机无险 九月已经在背后 九月最后一天 到期的政府资金运作经费 没有断裂 十月一号 这些机构没关门 就在政府关门危机 到处前几个小时 终于通过了临时支出法 因此政府将会继续拨付 联邦政府资金 不过也只能维持到 十二月三号 拜登还有十二兆的 基础建设法案 他自己的民主党意见分歧 表决不断延宕 还没过 美股在这种情况下面 结束了第三季 深受冲击 九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黑 岛总是跟标普500指数 月跌幅超过4% 是十年来最惨的九月份 美国政府运作资金 九月三十号到期 经费一旦断裂 十月一号 部分机构就得关门 国会两院赶在危机前几个小时 通过了临时支出法 及时阻止了关门噩梦 临时支出法案 将提供联邦政府资金 维持运作到十二月三日 政府关门 姿势体大 两党对此都有共识 所以法案轻松过关 总统拜登也赶在五夜前 签署临时法案 政府关门 危机暂时解除 但举债上限尚未冻结 美国财政部将在十月十八号 用尽手投资金 债务违约之奈零投 拜登另一项法案也还没有解锁 1.2兆基础建设法案 因为民主党内部分歧 无法化解 导致表决一再拖延 民主党温和派的两位议员 目前是法案能否通过的关键人物 他们坚决反对依照进步派的要求 再追加3.5兆支出计划 尽管温和派议员曼清 后来在金额上稍稍退让 但离3.5兆还是太遥远 国家支出在国会卡关 加上通膨升温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狂飙 美国股市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黑 道琼和标普500指数的月跌幅 超过4% 是十年来最惨的9月 Sure, I don't think that the market right now is poised for a bounce back I think you still have a fair amount of negative news in the market that people are overall concerned about another shutdow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a real concern I think the market may have even priced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very large infrastructure bill and what that would have meant for the overall economy, employment, etc. 美国租价格也出现惊人涨势 年增幅在8月达到了11% 佛州、乔治亚州和华盛顿州 涨幅超过25% 纽约市的房东甚至一口气就涨了七成 美国解封后民众陆续回到城市工作 需求增加推升房租价格 尽管劳动市场透出荣景 但劳工部长却表示仍有变数 政府基础建设法案要是没过关 美国经济又得走回老路 劳工就业除了受景气影响 现在打疫苗也关乎饭碗保不保 拜登下达疫苗强制令 州政府和企业打夺配合 联合航空600多名不愿施打的员工 确定会被开除 加州政府要求所有医疗人员 必须在9月30号前接种 否则就不再雇用 美国食品大厂泰森也在8月宣布 疫苗强制令 目前91%的员工都已经施打第一剂 拜登疫苗强制令似乎开始发挥了效果 全国单日感染人数减少 死亡人数也稳定下滑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回来继续focus来看的是 东芝电视要成为历史名词了 当我们知道日本的知名家电商 东芝之后 通常联想的就是电视机 56年了 那么他曾经变卖过旗下子公司 也卖了金金姆的半导体事业 现在要跟电视说拜拜 海外厂陆陆续续舍弃之后 日本的国内电视厂全面结束 主力厂房56年终于上了锁 那么深谷事业锁的是 东芝的彩色电视主力厂房 是日本第一个彩电的生产工厂 让日本曾经进入新三神器的时代 但是东芝不敌其他国家的成本战 所以电视市场越来越经营不下去 现在东芝要做什么 他可能技术转型 研发氢燃料电池 小心翼翼拿下招牌 向工厂深深一竹工 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里是日本家电大厂 Toshiba东芝 位于奇遇县的深谷事业所 经历56个年头后 工程升退 人去楼空进行着拆解工程 东芝在560年代 可以说是家电先驱 更是日本电视机的代表 1965年成立深谷事业所 是全日本第一家彩电生产工厂 全盛其拥有7000名员工 产出累计2.3亿台彩色电视 把人们的生活从黑白变彩色 不论是1950年代的三神器时代 或是60年代新三神器时代 Toshiba拼出日本制造 必属良品的口碑招牌 东芝之所以能稳坐彩电一哥 资深员工的熟练技术 是背后关键 员工们的勤劳奋发 老前辈的无私传承 把Toshiba电视推向巅峰 纽约时报广场跨年场上 大大的Toshiba字样 那可是东芝人的骄傲 之后推出高财度的易经萤幕 更称霸了世界家电需求 2000年后 日本家电占领全球绝大市场 为了达成出货目标 深谷事业所曾24小时不停工 尽管成绩再耀眼 总会有日落的一天 飞快进步的科技 逐渐取代人力与技术 冰冷的机器大量做着重复性工作 压低的制造成本 Made in Japan不再如以往有吸引力 东芝苦撑后只能宣告退场 专家表示东芝英错估市场需求 遭市场淘汰 确实企业要生存 除了拥有技术 也要能嗅得商机 说到未来商机 绿能绝对是一块大饼 日本今年大新节能减碳 政府的环保目标 要比三年前的更严格 再生能源终有一日 得成为主要能源 东芝从失败中学习 将卓越的技术转型到 绿能开发 东芝从家电进军绿能市场 挑战研发氢气染料电池 活用过去电视生产的知识与技能 开拓环保的制成环境与产能 东芝告别辉煌的旧时代 踏步迈向科技 环保寡帅的次时代 期许能够掌握先机 再创新时代的 东芝王朝 TVN新闻中央报道 每年到最后一季的时候 在过去民航自由飞行的年代 赏风 全球难来北往 美国东北部的秋冬的秋叶变色 是非常大的观光商机 但是今年不管是在高冷的日本韩国 或是美东一带 赏秋叶会非常的扫兴 因为叶子外围卷曲核化 很快的就枯萎了 直接掉下来 还没有经过变色阶段 就已经变成地上的岁叶 就是今年太热太干 那么让秋天还没有完全变叶的时候 叶子已经没了 干燥炎热的天气 早就报道了 美西极度缺水 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机器设备 在家里面可以把空气 转化成可用的水 这个非常新奇 也造成热门 对很多人来说 每年9月底到10月 是美东最美的季节 树叶自北而南 逐渐变色 红黄橙色 满山遍野 吸引着大批游客前往欣赏 不过随着地球越来越热 未来想要看到这幅景色 恐怕成为奢侈 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片叶子 外围 微微卷曲 鹤化 呈现一副快枯萎的状态 原因时解释 这是因为干旱所导致的 炎热的天气 迫使树叶在还没来得及 迎接秋天 就已经先干枯掉落了 官夜是不少人入秋后爱好的休闲活动 每年可以为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但在气候变迁下 除了造成经济损失外 也会影响树木天然的调节功能 加州的干旱问题持续 现在水成为美户家庭 珍贵的物资 有家庭便装设能够将空气转换成水的机器 这台设备要价三万美金 将近八十四万新台币 一天可以制造大约两百加仑的水 作为饮用水 浇花清洗都非常足够 不过目前只适合在有物的地区使用 专家认为现在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 专注在对抗气候变迁上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酒在制造的过程中需要透过合成肥料让谷物发酵 而合成肥料往往会产生碳排放和污染 一家英国的公司便发明用碗豆为原料做成的勤酒 宣称生产过程吸收的二氧化碳甚至比排出还多 另外根据二零一八年联合国的统计 每年有超过六十万吨的鱼被丢弃或是浪费 不仅仅阻碍鱼业永续发展 死鱼被大量丢弃海中 也会导致荣氧量降低 破坏生态 一间服装公司便开始使用鱼皮作为布料 致力减少废弃物 三年前受到学生的启发后便开始丛林创业 从最初需要一片片手工清除鱼皮 到现在拥有144道的生产程序 甚至还发明了独特的去鱼鳞溶剂 能够消毒强化鱼皮 鱼皮在清洗完后便会开始手工染色上漆 除了彩色的之外也可以染成白色 根据创卖人指出 想要把鱼皮染成白色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技术 鱼皮制成的布料打破传统充满鱼腥味 溢迫的想象 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也能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TVBN新闻综合报道 最近这两周如果没有看过鱿鱼游戏 没有关系 下面这次报道 你可以掌握什么是红遍全球的鱿鱼热 这个话题不要错过比较好 这是影音串流的龙头Netflix 推出的原创韩剧《鱿鱼游戏》 这个里面衍生出这么多商品 是因为仅仅9集的剧情里面 有很多怀旧的儿时娱乐游戏玩具 在剧里面它变成了赌上性命的生存战 其实这个剧是探导人性的议题 揭露现实中逝者生存 不逝者淘汰的无奈 所以才能在76个国家引发共鸣 这76个国家的Netflix平台里面 都连续拿下节目类排行榜冠军 这是韩剧前所未有的轰动记录 执行长设访就说 这可能会是Netflix史上人气最高的影集 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其中有一个关卡话题十足 游戏道具成为抢手货 原来大概是同板价 现在网络卖价要超过台币1000块钱 剧中人穿的那个看起来 平凡无期的运动服 变成了全球热销时尚 失意潦倒的男主角负债累累 人生走到低谷 此时的他收到了神秘组织邀请 声称只要赢得比赛就能获得高达 456亿韩元的巨额奖金 现在大家在一起 全都感受到我们的质债 我们是人生的变化 一觉醒来男主角身边就多了455名 和他一样陷入财务危机的参赛者 为了拼一个翻身的机会 他们必须赌上性命 所有人被指定通过六道关卡 一二三木头人正是其中之一 不过怀旧纯真的童年娱乐 在这里却是致命的生存游戏 在生死教官的当下 是否还能够秉持良善 王妃推出的原创韩剧 《鱿鱼游戏》 连结人性议题 尽管不是韩国人 也能够轻易融入剧情 上架不到两个星期 就掀起鱿鱼热 王妃在韩营收近一个月 冲破753亿韩元 用户来到514万人 比前年红旗激增63% 就是半一连串的话题韩剧所赐 而这一波鱿鱼热 也是如获竹 烧向全球影视圈 不只影迷真相模仿 剧中经典大头娃娃 最近还现身 菲律宾马尼拉商场 吸引大批民众驻足拍照 甚至还学起剧中角色 玩起一二三木头人 我喜欢的节目 它很有趣 非常有趣 它有些不同的变弹 我们也没有看到 不普遍的电视剧 经典怀旧游戏一个一个翻红 其中难度超高的戳碰糖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影迷抢购游戏道具 同板架的碰糖组合 在国外网站被炒至40美元 约台币1100块钱 翻了至少10倍 而游戏服装更卖到断货 就连网飞创办人海斯丁 也穿上这一款绿色运动服 做足宣传 由于游戏开播后 引发热烈回响 也打破网飞平台上的韩剧记录 在全球76个国家 都拿下排行榜第一 不仅助攻网飞股价大涨 就连影集制作公司 股价涨幅也超过50% Squid Game will definitely be our biggest non-English language show in the world for sure It's only been out for nine days And it's a very good chance It's going to be our biggest show ever 即K-pop寒流 洗整神球 电影寄生上流 在奥斯卡展露头角 由于游戏 无疑又是南韩影视产业 又一地做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寒流完全不受疫情影响 继续发光发热 好我们接着来看是东北亚 另外一个国家 日本 日本的艺术超越地界 各种繁离 全球今年发烧 全球第一个把电灯和纸灯笼 结合的是日裔美籍的雕塑大师 野口友 虽然他过世了 但英国展出多个手工 跟纸灯笼的作品 还有英国的皇家植物园 现在办日本节 知名的当代艺术家 在台湾刚刚结束展期的 这个盐田千春也展出 而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 现在出现了全新改建的 村上春树图书馆 选定今天开馆 从中英日文版本的小说 到本人的亲笔手稿 偷偷收藏在村上春树的母校 早稻田大学校园内 这栋全新改建的 村上春树图书馆里 共五层楼再加上 地下一层的空间 光是村上春树本人 就贡献超过一万件的文献资料 除了能自由阅览 所有的相关书籍 还能一窥原貌重现的 村上春树书房 这是由日本知名建筑师 威延吴将校内的文学馆 重新改建 12亿日元的费用 则由同为校友 且与村上春树同届的 UNIQLO创办人 刘景震全额捐赠 除了丰富的藏书外 里头还有一间小型录音室 以及爵士咖啡厅 让访客可以一边听着 live音乐演奏 一边喝着村上春树最爱的 深培咖啡 但为了避免疫情恶化 官方暂时只接受预约 目前十月底之前都已额满 日本名声远播海外的 重量级艺术家 可不只局限文学领域 今年才在台湾举办各展 以大量红线作为招牌的 盐田千春 他的最新作品出现在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领 靠近一看就画了六天悬挂千丝万缕的红线里头 还掺杂了够五千张写着日本古典短式的白纸 也就是由十千英组成的牌具 盐田千春认为 由于牌具原本就在描述大自然和季节 因此和园艺结合最适合不过 为了不被英国的坏天气影响 由秋元主办的这场日本节 选在自家最大的温室里展出 除了知名的装置艺术 还布置一块蟬意十足的 现代日本庭园 另外也少不了花朵增填色彩 展出了共三千株 六个不同品种的日本国花菊花 同时间在伦敦登场的 还有已故现代雕塑大师爷口勇 收场在英国的大型展览 一眼望去几乎处处都是这种 由日本盒子和竹子手工制作的灯笼 而这也是他最为人称道 且最普及全球的作品之一 点亮家家户户并增进民众的生活 这些世界企业大师 一再印证艺术的影响力与魅力 QB新闻总统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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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